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乔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当地时间的2月25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官方消息 说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经抵达韩国进行预定访问 那消息表示 说这一次抵达韩国的是一艘排水量 是6000吨的这个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斯普林菲尔德号 那目前的这艘潜艇已经是停靠在了韩国釜山的海军基地 韩联社就表示 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在展示武力对朝鲜发出警告 这个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服役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是美国乃至于全世界建造数量最多的一型核潜艇 那一共建造有62艘 目前现役的这款潜艇的数量是达到40艘 冷战时期 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的主要任务 是折服在大洋深处阻击强大的苏联红海军 并且作为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先锋 反制苏联海军的核潜艇 而从1983年开始建造的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 进行了大幅的改进 在舰首是加装了12具MK45垂直发射系统 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这也让洛杉矶级的这款攻击核潜艇 获得了新的使命 那相比于弹道导弹核潜艇 洛杉矶级它的威慑力比较小 能够在一般战争当中使用 同时作为核潜艇 洛杉矶级的航程巨大 同时还能够长时间的潜航而无需上浮 再加上战斧巡航导弹 又拥有着很强的防区外打击能力 所以这款潜艇的威慑力和对地打击能力还是很强的 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 这艘核潜艇前往韩国之后 就悬挂起了美韩两国的国旗 那这个象征的意味也是相当的明显了 韩联社也表示说 美国主动的透露核潜艇的行踪 这也是相当罕见的 美国这样的一个举动和行为 似乎是为了向朝鲜发出严厉警告 韩联社同时还报道说 这个朝方对于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 战略资产和韩美联合军演表示的强烈抗议 这个月朝鲜和美国的明争暗斗 仍然在持续 而且还在升级 这个双方的火药味可以说相当的浓厚 你看2月8号 朝鲜在人民军成立75周年的时候 是展示了11辆火星17弹道导弹的发射车 和一种新型的弹道导弹 这火星17弹道导弹的射程高达1.5万公里 能够覆盖美国全境 朝鲜传递的信号相当的强烈 显然是在威慑美国 而一天之后 也就是2月9号 美国就迅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3弹道导弹 予以回应 2月18号 朝鲜试射了一枚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 而在随后 梅日韩在2月22号 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反导军演 模拟拦截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 朝鲜也不甘示弱 在一天之后 也就是2月23号的时候 也试射了这个箭矢二型战略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的射程在2000公里左右 而随后 美国的这艘核潜艇就现身韩国釜山 双方可以说 你来我往见招拆招 那是相当的激烈 目前朝鲜 韩国还有美国的情况 其实有点 类似于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之前 北约和苏联的这种核军备竞赛 虽然说规模要比冷战时期小得多 但是结局可能同样危险 那面对朝鲜半岛的局势 那么中方的态度就成为了关键所在 美国呢一直以来都不敢动朝鲜 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 而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忌惮朝鲜背后的中国和俄罗斯 那早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介一 就对半岛局势做过表态 当时他就说说我们一方面的坚决反对朝鲜 无视安理会有关决议 再次进行核实验 另一方面也反对美韩举行大规模军演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 而在去年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面的 中国驻联合代表张军 也曾经表示说如果有人想把战火烧到东北亚地区 烧到朝鲜半岛 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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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